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疫情期间花青台币4.7亿元向厂商采购约500万剂的南韩快筛试剂 却发现无法有效侦测病毒原本是要求厂商退款 却疑似因为害怕厂商发布重大讯息让事情曝光 因此痛批卫福部没有担当 这一款就是它叫做解保定新冠病毒 居家用的鼻腔快筛剂 当时台湾是给他EUA 而且也有给他药证 还有什么药检检测什么字号 韩国有许可台湾给他EUA 还有批号也给他药证 所以当时高达500万剂是无效不良的快筛剂 但是我们当时都给他 鞋也给他 鞋也给他 药证EUA也给他 就是这一款居家用 GEMBODY的一个居家用的鼻腔用的快筛剂 高达4亿7500万 而且当时指挥中心先行支付90%的货款 支付了4亿2648万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已经支付非常高的一笔金额 那么可是一直到当年的8月份 指挥中心在进行快筛的年度监测 他已经进口了将近6个月了 那么指挥中心执行快筛监测 发现加速声音3P快筛剂剂 与原厂保证的标准相差到180倍之多 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监测病毒 这个卫福部把它列为是不良医疗器材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就赶快去函给加硕公司的涉及地 桃园市政府要求去回收 但是那个时候显然已经流入市面 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快筛季一季难求非常的抢手 那所以这500万计的这个采购合约下来 那当然是有很多已经流入市面了 王宏威表示由于该厂商母公司是上市公司 若依卫福部要求退还4.2亿元货款 需发布重大讯息 让原本公文明文拒绝付款 以及退换货的卫福部 可能转为同意退换货并且给付尾款 恐让国库因此损失4.7亿元 现在问题来了 厂商不愿意退回货款 厂商提出来的是不要退款 那我们换货给你 也就是这个500万计的快筛季不合格 对不对 我再换给你另外500万计的快筛季 可是问题是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快筛季早就功过于求 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可以压到这么久呢 是因为加索公司他的母公司是上市公司 所以他如果要赔钱的话 必须去发布重大讯息 所以今天卫福部是怕贝康你知道吗 他怕这件事情被大众知道 所以呢 就一直拖呀拖啊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做任何强制执行的动作 继续的让厂商去拖欠 继续让厂商继续凹 凹说我用换货给你 王洪威进一步指出 不合格的快筛世纪究竟流落何方 卫福部会不会支付厂商近九成的货款 会不会接受退换货 中间有没有失职 卫福部都应该向国人说清楚说明白 记者李希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2023湖光三社艺术季 由台湾戏曲学院六系两团 带来七大主题 共计13场的特色演出 涵盖传统新编跨领域的内容 更邀请国宝洁艺师 王金英老师 小米老师 及曹富勇老师 参与传承献艺 为艺术季增添益彩 京居学系学生演出旅步与貂蝉 展现优美身段与华丽唱腔 歌仔系学系学生带来干国宝过台湾 用四句连演唱呈现闽南语之美 2023湖光三社艺术季 邀请国宝籍艺师王金英老师 小米老师以及曹富勇老师 参与传承献艺 为艺术季增添益彩 这出戏的推出是因为 在民国51年 私立福音剧校的时候 到国际到美国 走上舞台的第一出戏 这出戏在推出 有它的传承寓意义 我花了很多时间 利用暑假给学生排戏 练他们的靠功 练他们的唱 所以希望大家走进剧场 给他们鼓励 因为他们的确是 把这出戏做了一个很完整的呈现 感觉这出戏是一个很好的结本 从以前来台湖 来流添到现在 已经有几百年了 但是很多人做 不可能有这个 整本都是四九年的结本 所以整理到这里的环境 所以我把他们的心团 也用得很宏宛 所以保证好看 湖光山色艺术季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六系两团 带来涵盖 传统新编跨领域的其大主题 共十三场演出 呈现台湾传统戏曲文化的多元风貌 也希望学生能够展现所学 并且得到国保艺师的真传 让传统戏曲得以延续 怎样把心团 怎样把情绪 怎样把自己够好证 这很重要的 所以说这也是我和金银老师 还有小米老师在学的时候 我感觉最重要最重要的 也很配合他们的精神 王金银老师和小米老师 他们的唱片和伯母都不一样 因为他们特别的唱话 所以我就觉得 这也是有恶到的东西 找更好的方式去解决它 就譬如说动作 每个角度你就要去找 然后人物的情感 你要先了解人物 再去捉摸它 要怎么做表演这样 中间的适应期花了蛮多的时间 可是很高兴这次可以有机会 参演这次的艺术季 就是让我在学习的过程中 比较顺遂一点 不然在前面学习的时候 其实是算蛮辛苦的 我们学校是台湾唯一的戏曲学校 所以我们很强调的传承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 请到几位国宝 还有曹老师这些国宝集的 帮我们做传承 那我们希望能够再保存 然后这个传承的情况之下 那能够持续请他们继续帮忙 然后帮我们做整个戏曲的传承 2023湖光三色艺术季 从10月14号持续到12月3号 票券接在演出前一个月 开放网络免费索取 喜爱传统戏曲的观众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交通局 统计都会通实施三个月成效 民众平均每个月使用金额为2400元 扣掉票价1200元 现审一倍的通勤费 使用者满意度高达97.4% 使用人数也持续增加 并持续扩大使用范围 都会通1200元月票推出以来 民众平均每个月使用 约2400元的通勤价格 扣掉票价现审1200元的通勤费 根据北市公共运输处 网络问卷调查 都会通使用者满意度高达97.4% 使用人数持续增加中 我们大概实施满三个月 除了第一个月预售 第六月的时候预售就卖了12万张 那在7月卖了45万张 那在8月也卖了49万张 那在9月的部分 因为最后廉价的部分 就是中秋节 那购买人潮比较少 会延到10月去买 大概也卖了45万张 整体大概卖了快150万张的部分 那使用人数已经大概到1.2亿左右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用透过定期票 就是我们都会通它的借期票卡 使用满30天以后 那我们去算出的平均 平均大概是 一张卡大概是2400块 然后相较民众扣掉它的 致付1200以后 大概就是对民众来讲 至少平均省1200元 我们有新增16条路线 那这些路线主要是 在第一阶段 因为它是跨市的路线 它有跨到新竹 那在技术上 我们先利用GPB桃境内的路线先上 那在这个部分 跨境的路线 我们在10月也都上了 那民众可以利用这些路线 搭车去到龙潭 或者是到一些桃园 这些路线 我们都可以 但是要特别提醒民众 它假如超过GPB的范围的话 它是要收全额的费用 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提醒 台北捷运8月日均 运量190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日均量163万人次 有所成长 连U-bike租借次数 也较同期成长13% 主要我们分析 我们使用都会通订期票的人 主要大概有50%是用台北捷运 就是捷运的部分大概50% 那有30%大概是用公车 那依据我们捷运的 这边的运量资料来看的话 就今年8月跟去年同期来比的话 也正在增加了百分之 快20左右 所以说我们 这个我们都有持续再做一些观察 都会通上线94天 贩售约151.7万张 为持续增加使用人数也扩大服务范围 扩充16条客运路线 欢迎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减碳同时审核包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政府和台北市公车联营管委会 及悠游卡公司规划减碳 月月抽机票活动 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实现净零排碳的永续环境 加入APP会员 绑定悠游卡 搭乘双倍公共交通工具 就能计算碳排量 让您维护地球环保的心意可以量化 累计满一公斤减碳量 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一次 累计越多资格 中奖几率越大 可以抽最大奖日本双人来回机票 还有丰富奖品 要参加这样的活动 只要下载悠游富 加入悠游富的会员 绑上你的常用的这个悠游卡 他就会帮你计算 当月你的这个碳排放 减量的这个数字 那只要超过五公斤 就可以抽一次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平常呢 悠游富会针对各种通路 还有我们定期 几乎每个月都会推出 相关的这些优惠 比如说加码2%的这样的一个回馈 那有一些通路 我们会额外会有一些 叠加上去的一些触动 跟一些行销的一些折扣的一个方案 都会回到丰富的这一块里面来 那所以如果民众可以习惯使用 除了有政策上的一些诱因之外 也有额外的一些 优惠的这个回馈措施 另外也特别鼓励内科企业员工 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 加码企业抽奖资格 其实我们大概主要是针对整个企业在 员工通勤的这一块 我们希望鼓励尽量多使用大众运输 所以我们规划了跟交通局这样有一个合作案 那主要是针对在双北地区大升大众运输系统 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一个 减碳抽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市政府对于内科的交通上面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促进民众使用 或内科居民能使用大众运输系统 所以在内科上面 我们又额外再多加了一次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变成内科的居民 他可以参加双北的也可以参加内科的 他可以两边都参加 那这个是对内科的居住的民众或员工 有特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鼓励大众运输的一个活动 活动十月开炮一直到年底 三个月期间每个月都会抽出豪力 机会颇大 欢迎民众多多参加 也为精灵碳排地球环保尽一分心力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再来是医疗消息 根据卫福部的资料 台湾新确诊的乳癌女性患者 有高达三成年龄不到50岁 显示乳癌发生的年纪有下降的趋势 眼睛就是开始觉得有异物 然后就是去那个眼科检查 可是看了很多次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现年48岁的林女士十多年前确诊乳癌 开刀切除并接受辅助化疗及放射治疗 持续十年服用抗磁激素剂 成功停药不需追踪 没想到两年前发现幼颜异常就医 竟是罕见的乳癌复发 根据卫福部109年资料 一万七千多名台湾新确诊女性乳癌患者中 不到50岁的年轻个案就高达三成 显示乳癌发生年纪有下滩趋势 而每四名患者就有一名 在治疗五到十年后复发或转移 基因检测已是癌症治疗的必要过程 年轻乳癌它的这个疾病有什么特别的 跟一般年纪比较大的乳癌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第一个百分之七十百分的 它都是荷尔蒙受体微阳性的这个病患 然后再者呢它的肿瘤二性度会稍微比较高一些 然后它的这个诊断 开始诊断是晚期的比例也比较高 那合理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好 再来就是它比较不容易诊断 因为年纪轻的女生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 所以有些时候会常常忽略掉自己的身体健康 再来就是死亡率相对就会比较高一些 乳癌其实有分不同的形别 端看说我们这个细胞受体上面的一些分布 还有刺激产生的一些 这个所谓讯息传递的一些这个不同 而分成不同的形别 那就有包含了荷尔蒙阳性 喝吐阴性 它占了百分之七十 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个乳癌的族群 那再者呢 还有荷尔蒙阳性 喝吐阳性 或者是荷尔蒙阴性 喝吐阴性的 喝吐阳性的 还有所谓的三阴性乳癌 它有不同的分形 那常常我在跟我的病人讲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简单的讲是说 人都叫人 人类 但是呢有黑人白人黄中人 每一种人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文化都不同 基因也不同 所以其实乳癌也是这样 乳癌是一个大的一个统称 但是下面有非常多不同的次分形 那其中每四个人有可能是在五年或十年之后呢 就产生了这个复发或转移 好那 所以高发生率的这种荷尔蒙阳性 喝吐阴性的话 你就必须得要注意这样的状况 而且呢这个 大概有一半的 五年之后 会有一些复发或转移的状况 在这种状况之下 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也有很好的药物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这个支持 到底有哪些人需要做基因检测 不是说我今天到了 我是不是现在就要立刻 马上去做一个很贵的基因检测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荷尔蒙阳性 喝吐阴性复发或是转移的乳癌病友 那或者是说呢 是有癌症基因的这个家族史 好这个非常重要 再者就是如果是早期乳癌的患者呢 你的肿瘤大小是一到五公分 那淋巴结转移的数量比较多的话 那这时候也可能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做一个基本的基因检测 去了解到说我的基因 是不是带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 我们其实很鼓励大家病友 要先了解你的治疗计划 因为现在的治疗真的非常的进步 我还记得大概我在八年前确诊的时候 同样有社团的年轻乳癌病有跟我说 医师说他已经就是转移到全身 像刚刚分享的就是骨头都是这样 然后医师说 可是那个时候可能适合他的只有化疗 就没有别的药物 但是我们这几年看到就是 有许多新的药物的发生 就是在这些新的药物的帮助下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更精准的治疗 甚至是基因的检测 了解你的亚心 透过这样的方式 也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也可以提升生活品质 这个对病友来说真的帮助很大 我们乳癌的治疗 其实治疗的时间很短 但是这一个就是 你可以想象就是 复发转移的恐惧的这个压力 会陪伴病友一辈子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维持 这个一辈子的就是心理健康呢 我们要就是持续的服药跟回症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 记得跟你的主治医师沟通 然后积极治疗不要拖延 因为好的早期治疗早期发现 其实一直都有很好的效果 高发生率的乳癌 一直是女性健康的低隐忧 但面对乳癌我们可以不用恐惧 现在有更精准更多元的治疗方式 透过口服腰的治疗 我们可以延缓疾病的恶化 更可以让我们活得更美更好 适逢国际乳癌防治乐 金奖主持人Lulu 黄璐子音 受邀拍摄乳癌味教影片 鼓励癌友积极面对疾病 主动认识治疗方针 即使转移复发也不要恐惧灰心 其实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放弃你 但只有你自己不能放弃你自己 然后而且现在有这么多口服药物 然后呢就透过基因检测 也可以找到你是属于哪一型 哪一型就是我们做的对症下药 然后呢就是分门别类 你适合这一型就去这一型的去做处理 所以我觉得我的立场就是 我已经知道有这样子的方式了 然后医学一直进步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提醒我自己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 为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如果真的面临到这样子的一天 先不要紧张 我们会害怕 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病症太多的未知了 我们因为未知所以我们很害怕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未知处理到不然是 我好像了解了 我有大概有一点点了解 我就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害怕 我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她 面对她这样子 卫福部国健署提供45岁至70岁女性 每两年一次乳房筛检 乳有家族史可提前自40岁开始 呼吁女性朋友积极筛检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效果也越好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食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核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迎接松山烟厂84岁 迈入第十一届的原创基地结 全新转型展开 除了品牌再造重新设计 松山文创园区的视觉识别 还邀请台日印尼三国九组的艺术家 现地创作精彩的作品 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长陈玉鑫 与松山文创园区总监陈玉秀等人 透过智能演进虚实互动 为2023年原创基地结创意揭幕 这项从2012年开始的年度大型策展活动 到目前为止 已经累积展出超过100件作品 今年不但以古迹圆拱门为灵感 重新设计品牌视觉识别 还首度邀请国际级艺术家参与创作 将有台日印尼三国共九组艺术家 进行现地创作 包括我们整个内容面 重新更聚焦在松山烟厂的一个场域精神 那还有所谓的在地永续知识学 那还有永续生态这三个面向 那同时呢 我们今年也邀请了方旭中设计师 帮我们全新设计原创基地结的视觉识别系统 那这个视觉的设计也重现 昭和14年1937年的 烟厂的远古迹的那个拱门的设计图像 那这一次呢 我们特别也邀请了国际的艺术家 这也是首次 所以我们这次会有共有九位 来自印尼日本跟台湾的艺术家 共创十件的户外的现地艺术创作 艺术家以松烟历史场域作为发想 呈现园区的多重样貌 像这一项作品乐园 就透过三面音架 及具通透性的十一幅画作 与巴洛克花园相互回应 10月15号还将与小市制作合作加入舞蹈演出 那这个帆布跟音架 它都是比较可以透光 比较有穿透性的 那它也可以跟这个花园的景色 可以融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幅画这样 艺术家张乔军则在户外庭园景观时 以树枝等材料 加入国产银河上的图像元素 呈现日治时期的身份 并回溯松山烟厂当时对国家经济的定位 我将这些影像重新组合 然后用方式去呈现 那所以前面也可以看到有船体 跟后面的山 我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去创造出一个 这个山水中的山水的感觉 风吹过风车随即会产生当当声 由印尼艺术家阿兰·薩普托托 在松烟石农教育园区 与当地新能力李明联合创作的十组风车 希望透过艺术回应都市农民的农作生活 核心展区松烟燃则是回探过往昭和14年的 松山烟草工厂最初建筑图和水郡分布等历史文物展示 再到重启成为松山文化园区后的各项成果呈现 824年的时空垮度 让文化局副局长陈于心相当感动 特别是从影片中很难想象 过去的松山烟厂转身变成现在的样貌 其实这当中是非常多人的延续跟传承 那才让今天的松烟的园区有不同的面貌 那除了要兼顾过去的整个历史脉络之外 其实也有非常多创意跟创新的地方 庆祝松山烟厂84周年 10月10号国庆日也将举办 84岁松烟厂庆万岁宴活动 邀请超过200位烟厂老员工回娘家 松山烟厂过去今年到至今是84年 整个的文史脉络 我们也邀请了老员工 会在10月10号举办厂庆回娘家 目前我们有超过200位的员工 最高龄97岁 10月6号到10月15号展期期间 除了户外展区开放到晚间11点 10月7号10月8号两天 特别响应2023年白昼之夜 园区不但24小时开放 更推出多场星光限定活动 4月底前还将提供 智慧眼镜互动师导览应用 让民众透过智慧眼镜 游览松烟各景点 深入体验84岁松烟的美好风华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台北市政府为了要推广年轻朋友 欣赏表演艺术活动 推出了你看戏我买单的 青年限定专属展演场次 涉及在台北市的18岁到21岁青年 都可以用台北通APP登记冲签 取得免费入场票 台北市长蒋万安跟着三道猴子 一起跳舞活力十足 同时推广青年进剧场看艺术活动 蒋万笑说自己是即兴演出 借着这次宣布响应文化部成年里经政策 让北市青年免费看表演 我觉得你可以增加一些文化涵养啊 B 那太难了 不会啊 你可以多看一些表演艺术啊 在台北就有很多很多的表演啊 像是最近有两个国外的团体 有七手指特技剧场即将带来的Bass and Jazz Bass and Jazz 还有英巴尔本海姆即将要演出的Blee 还有还有两个国内的团体 有很会说故事的故事工厂带来的倒数婚姻啊 倒数婚姻 现在有一个很棒的专案叫做你看戏我买单啊 免费看戏这么棒 该不会是诈骗集团耶 他有一些条件跟规定啊 等我查到了我再告诉你啊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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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人家出音乐剧的名字了啊 剧名是海角七号音乐剧 其实我要先谢谢全民大剧团 这个迷你音乐剧让我有机会噶一脚 虽然说这是第一次能够边唱边跳 但是我觉得各在其中非常的不一样 很兴奋 那同时我也要谢谢故事工厂 在去年让我参与了我们与二的距离 只用嘎了一脚 那也是我第一次站上国家戏剧院 然后呢面对这么多的观众 所以我才了解到其实戏剧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特别要站上舞台 面对这么多观众 事前很多的排练演练 更不用讲 其实整个剧团背后 还有很多包括写剧本 包括灯光 这个影响 我想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团队 以及未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产业能复勃发展 我也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才刚刚从韩国首尔回来 这一次去首尔 我特别去看了首尔大学路剧场一条街 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之前我就有听说大学路这一条街上 上面都是很多的剧场大大小小 但事实上它不是一条街而已 它是整个区块 我去了以后非常的惊艳 他们主要的负责呢 带着我 帮我这样介绍 光是这个小小这个区 也不叫小小一区 他说我们当天晚上去看 大概只是他们的小小一部分 就有两百多家大中小型的剧场 而且他跟我介绍不是有话剧有音乐剧 最让我好奇的不断问他 为什么韩国有这么多人喜爱走进剧场去看这些表演 他反而觉得我问这个问题很特别 难道在台湾里面没有这么多人喜欢去看剧吗 而且他们百分之九十八看剧的都是女性 这也是非常非常令我感到惊讶 而且他也跟我讲 他们相关的整个产业是非常的成熟 不只是刚刚谈到的编剧写故事表演者 背后的音效音乐灯光 包括整个售票的平台 以及他们怎么样去跟国外谈授权 以及授权了以后怎么样改编 而且甚至做得更好 他说他们改编以后在韩国首尔表演 很多原创的这些创作家 邀请他们到海外去表演 所以我想这个都非常值得我们借进跟学习 也因此我们文化局特别推出 你看戏我买单 针对年轻朋友18到21岁 设计在台北市 透过我们的台北通APP 就可以登录筹签 我们提供了3000个座位 在11月份有四档的戏 非常精彩 就是希望慢慢培养年轻朋友 能够有机会去体验到剧场去看戏 同时爱上我们的戏剧 我们也要给这些辛苦 从事相关戏剧产业的伙伴跟朋友 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我想我们需要像韩国首尔他们这样子 政府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跟支持的力量 配合民间的企业 以及结合我们这些优秀的创作者 表演工作者 大家一起努力 我相信台北我们一定也可以做得到 猴子有三道 土地 土酒 土本首 柯柯 四档节目切合青年族群 期盼让青年朋友走进剧场 清零剧场感受丰沛的表演艺术能量 另外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和台北市立国乐团 共推出29档演出活动 开放成年礼金五折优惠 希望喜欢艺文的年轻朋友 能够享受艺术的美好 从而支持艺文产业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举办台北美食月 首次以锅物为主题 透过网络人气票选 与美食专家实地评选下 有传统火锅 也有融入创意的异国风味锅物 各具特色 非常好吃的台湾鲜牛肉 都是新鲜的牛肉片 鲜嫩的台湾牛肉放进锅里 算了一下就熟了 还有彰化西湖来的三层牛肉 业者主打的就是国产的新鲜食材 完全用台湾的牛肉 都是从台南那边过来的鲜牛肉来做处理 然后羊肉也是完全是台湾西湖 彰化西湖的羊肉 然后屏东信工的猪肉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沾酱 不管是沙茶酱或者是酱油 都是自己完全自己熬煮 强调一个人就能享用的麻辣锅 正宗川味先炒后蒜的火焰锅 加上九宫阁火锅料超级吸睛 这是最特别的是我们这个独家设计的九宫阁平台 九宫阁里面的食材 像是炸酥肉啊 麻辣牛 还有我们的老鲁牛筋 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搭配川味麻辣锅的食材 那跟一般的蒜蒜锅 一个菜一个肉的形式不太一样 所以吃起来的感觉是更多元 然后更冰分 还有突破传统火锅做法 中西融合让消费者宛如在法式餐厅用餐 希望提供消费者更尊隆的感觉 甚至还让松露入菜 因为我们想要颠覆一般就是火锅的既定印象 很多人以为就是可能火锅是比较属于台式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把它融合也就是又很仪式感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食材上面的搭配呢 也会用一些黑松露白松露去搭配肉 去做出一个很新颖的吃法 这次台北美食业活动首次以锅物为主题 邀请台北市火锅店家参与 在7月先举办网路人气票选活动 选出饗宴锅锅物组及经典锅物组各前10名的店家 再由美食专家实力评测选出各组前5名 参与评测的美食评论家胡天南强调 除了食材新鲜汤底丰富外 店家的自制沾酱更让他惊艳 只说这就是台北的味道 可能你常常吃火锅人会觉得熬煮也没有什么稀奇啊 但是每一家的熬煮的酱油用什么样的酱油 是那种什么样大豆那样的黄豆那样的 甚至于它的煮的时间煮的浓度淡度 这都可能影响到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食材沾到那个沾那样的口感 所以我想这就是台北味道 本身是火锅控平均一周至少要吃三次火锅的 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希望 台北美食院能让所有美食都能有被看见的机会 因此第一年特别选择火锅作为主题 在进入秋冬之际推荐国人来台北吃好锅 因为台湾人很爱吃锅 台北市又是火锅店非常密集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今年在第一年的主题的活动当中 我们就选择以火锅当作我们的主题 那刚好十月又是秋天开始微凉的季节 冷冷的天吃一个暖暖的锅 我想都是大家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 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也分享自己喜爱的火锅种类 他认为这就是台北市平民美食的一部分 这也是台北市面向国际最讨喜的明信片 因为在台北想吃什么锅都找得到 其实所以我觉得各种锅我都蛮喜欢的 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台北市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透过锅我觉得也是让大家 想到很多过去的回忆 也看现在整个锅物呢 整个他们也有很大的发展 所以美食真的就是台北市面对国际很重要的名片 尤其锅物 我现在在台北市你想吃什么锅 在台北市都找得到 主办的台北市政府商业处长高正元表示 台北美食月期间还有消费发票登陆活动 民众前往这60家合作火锅店家消费 就有机会抽到20万元的吃锅美食金 另外8家便利支付及美食平台 并整合旗下火锅店家提供超过150万元的消费回馈方案 欢迎吃锅控千万别错过 到台北找到您心目中的心头好锅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导 为了要纪念至锅事件百年 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10月1号到10月30号 以至锅百年浴光前行为主题 举办新文化粵活动 透过AI技术将答辩的文件转化为法庭的场景 提供民众沉浸式的观展体验 1923年12月16日发生的制锦事件 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针对倡议台湾自治 设立议会的台湾议会启程同盟会成员 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发动全岛大逮捕 由于狮子日文发音与制式相同 因此制锦事件被蒋渭水称为台湾狮子兽 特展狮子兽与狮子吼 透过媒体报导形式以及AI算图技术 模拟历史人像场景画面 完整呈现制锦事件的历史脉络 这个事件对台湾人其实非常有意义 可是我们的历史资料 大家都可以知道 就是比较多是文字的资料 那也比较多就是可能是平面资料 然后照片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多 可是以现代人的乐听习惯来讲 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消化 跟吸收这么大量的资料 所以我们特别这次运用了这个AI的技术 然后透过有一些历史人物他的一些照片 那就可以模拟出一些他的场景 比方说他们在开会啦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的一些场景 这样子让大家可以用更加的贴近大家乐听方式的模式 来做这个模拟 那同时呢因为制锦事件 他其实有经过预审 一审二审三审这么多次的开庭 他可以说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这个正式审判事件 那为了要重现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也是把这种很平面的书面资料 我们特别的用AI的方式 我们来把它模拟这个法庭的场景 让大家可以用像在看影片看电影的方式 来回到说当时呢 他们是怎么样在法庭上互相辩论的 然后呢是怎么样的法官检察官 他们是什么样的立场 那我们的制式们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子一个反抗的行为 在史观上来讲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辩论 可以更呈现出说 他们当时这些制式们 真正的一个想法 还有对于一个国家 对于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立体的想法 这样子 请敲下正义之锤 记者会现场 致谨事件制式 蒋卫水 蔡培火 蔡慧如 林佑春等前辈的后代家属 都出席新文化运动乐活动 文化局长蔡施平 也以马克吐温明句 感念前辈们的努力 为台湾民主运动留下典范 非常谢谢各位 主持人 特别是主持人 在描绘 当年这个自己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前辈是怎么努力 当年的台湾民报 是怎么样子来报道 然后在那段时间 虽然他们被抓 被判刑 但在前后两年的时间里面 等于是一次全民的觉醒运动 台湾的新文化的觉醒运动 这个经历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台湾也经历过 历史不会重复 但会押韵 美岛事件前后 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人生的启蒙 因为我们从那时候知道说 原来历史是可以打拼的 民主是应该打拼的 人权是应该打拼的 我们这个展呢可以看到三个一百年 就是自警事件一百年 一位其成同胞一百年 台湾民报一百年 所以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次展览 那这个自警事件被称为 台湾历史 政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有非常多重的意义 第一个呢 他是台湾双语世代 第一批接受现代性教育的知识分子的集体 因为政治事件的被大逮捕 第二个呢 他是第一次这样被公开文明 然后大辩论 总督府跟检察官 对这个跨海而来的律师 还有在台湾的日籍律师 还有台湾籍的律师 还有被告 他们在法庭上各自主张的一个陈述 这个都是台湾司法史上 可以说是前无仅有的一个记录 另外呢 留下来的玉中文学 也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学史上 占有一个地位 也是他们开始的这种玉中文学 日本时代的时候 在那个时期 就是 虽然是同一个国家 然后日本人说是殖民地 然后我们是同一个国家 但是事实上在日本跟在台湾 它其实是不同的 使用不同的法 那这些 其实他们去申请 台湾议会的这一群制式 就是发现说 很多活动它在日本是合法的 但是在台湾呢 他们就是不合法的 是处处受到限制的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 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平等 他们想要争取台湾人自己的议会 那所以他们就一直推动 这个新文化运动 可是呢 就一直没有办法很成功 他们希望说同胞们可以自己 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嘛 所以他们就推新文化运动 但是经过了这个大逮捕之后呢 虽然说他们有人背叛有罪 但是呢 当时他们的台湾民报 他们发行的这个台湾民报 就销售量也大增 那参加他们的组织 台湾协会的人 人数也大幅的提升 提升 那也就是说呢 透过这个全岛大逮捕的这个事件 让当时的台湾人 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为什么这些人他要去争取 而又为什么会被总督府遭受到 就是挑动到总督府敏感的神经 这件事情有了一个聚焦的作用 所以让这个新文化运动 在当时也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样子 新文化运动乐活动至今百年 遇光前行 10月1日起至11月30日 将以文化展览、戏剧演出、音乐表演、在地市集 及论坛讲座等丰富活动 带领民众进一步了解至今事件 及台湾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涵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而是 集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证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永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吉永市卫生局保健科在仁爱国小举办 2023高龄友善城市 玛丽欧派对switch祖孙电玩竞赛 让长辈们多参加市区活动 增进祖孙及家人间的感情 小朋友跟阿公阿嬷用switch电玩比赛运动 看谁厉害 这是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 为了鼓励长者走出户外 多动脑多运动 特地在仁爱国小举办 2023高龄友善城市玛丽欧派对switch祖孙电玩竞赛活动 借此让长辈们多参加社区活动 多动脑多运动 也增进祖孙以及家人之间的感情 超过两天三百的当阿公阿嬷带我们的孙 透过这个游戏机 本来电玩是跟我们小孩打电动 结果现在电玩都在比奥运比亚运 所以那是世界比赛 不过我们做阿公阿嬷 我们以前做小孩的时候 没有玩电玩 现在就叫我们家的小孩 是我们家的孙 教我们怎么玩 电玩越来越进风 不是只有在那里打电动 像我们刚才这样有运动 手脚平衡 还有运动的天然 就会谈到 所以我们今天是 阿孙跟阿公阿嬷 可以挑这些比赛 所以 我们过几天就是 9月9号重阳节 重阳节是 我们说阿公阿嬷是宝贝 我阿公阿嬷都说孙才是宝贝 其实阿公阿嬷跟孙 大家都是宝贝 大家最宝贝 我们就会谈到健康 谈到我们家人最希望 最健康 阿大家都充满爱 阿大家就会保护我们的健康 照顾我们的健康 卫生局这项活动也受到 激动市议会议长 通之威等人的肯定和支持 让我们的长辈们走出来 参与更多的活动 我想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需要更多的一个环境 然后通过一些活动 来营造我们友善高龄 我想像我们所在的这个仁爱区 是全静永市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地方 其实各区都差不多啦 那我们也即将面临超高龄化的社会 那我们希望 卫生局还是相关的单位 都可以办更多的活动 透过我们的环境的改造 也要让市政府各单位共同来努力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 身心健康的一个城市 身心健康的一个区域 那我们希望未来庄永市议会 跟大家共同来努力 也希望我们的长辈们 住在基隆 是感到欢迎 虽然我们常常下雨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走出来 我们希望多过各个邻里 让我们中央也有补助 卫生局相关的预算 所以我们在各个邻里 各个活动中心 也都有办 很多领长都有办相关的一些活动 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来参与 就是走出来可以预防失智 预防失能 这次比赛总共有8队 200多位祖孙报名参加 包括秦曾 吴华佳 郑文婷等 多位市议员都前来鼓励加油 现场也有长辈的舞蹈表演 以及健康操等活动 宴晚竞赛比赛结果则是由 信义区 博力健康秋海嗨队 获得冠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睽違三年 创世基金会 与南山人寿技能通讯处的员工们 带着愿民到庆安宫参拜祈福 议长同滋味也出席 与愿民们一同持香 希望庆安宫妈祖娘娘 可以保佑创世基金会的愿民平安健康 在议长及志工们的协助下 创世愿民们手持香 向庆安宫妈祖娘娘祈福 睽違三年 创世基隆院举办秋日轻旅行 与南山人寿技能通讯处的员工 一起推着人椅 带着植物人愿民们 到百年历史的委托行街区 庆安宫进行社区融合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力量 那庆安宫本来就是一个 救人或是助人的一个单位 那跟创世基金会一样 大家共同秉持着一个理念 欢迎我们所有的企业朋友 大家一起来回馈社会 我想今天是一个 非常温暖的一个感受 那大家看到愿民 有些人 你不知道他听得到或听不到 或听得懂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今天刚好天气也非常好 我也希望妈祖娘娘可以保佑我们的愿民 保佑我们的家人 保佑大家平安健康 一直很希望能再为植物人的朋友们 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这次带领了伙伴们来参加今天的社区融合活动 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非常感谢就是南山人寿 然后许出经理 许出经理 带领伙伴一起来参与 然后还有我们 非常感谢我们的议长 在百忙之中可以来 跟我一起参与 外出的社区融合的活动 真的非常的感谢 值得一提的是 金融创世基金会正在安装防火门 由于每片防火门的造价至少十万元 价格不低 还有十六扇防火门需要资金来协助 基金会期盼社会各界能伸出援手 守护愿民们的安全 社会的大众可以帮忙 就是一片尿布十块钱也可以 那一个月三百元 那植物人的安养经费 我们也希望是1650一路有名 那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基隆创世基金会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基隆市议员韩世玉接到民众陈勤 有一班公车在尖锋时段 竟然没有关车门 就这样一路从东信国小开到基隆女中 长达500公尺的下坡路段 非常危险 因此希望市府全面检视 加速台湾老旧公车 一辆公车行驶在路上 却被民众拍到 后车门竟然没有关上 让民众吓坏 就怕有乘客站着 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事发在基隆 17号上午尖锋时刻 这班公车占运不少乘客 只是在车门没关闭的情况下 一路从东信国小开到基隆女中 路程长达500公尺 车程约十多分钟相当危险 很危险很恐怖 会怕啦 关好我们204公车 那最近的话有发生公车 我们车门故障 那导致呢车门整个的话 在行进的过程中是开启的 那也导致呢 我们有人员等于说有受伤 而且呢有发生危险的一种情况 我觉得在行进的过程中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 如果说换作我们本身在搭乘的人 是不是感受到说非常的危险 市议员韩世玉接获民众陈勤 向公车处反映 发现这辆中型公车 市市府在8月购入车龄9年的中古车 当时买了4辆 目前这4辆全部都进场检修 那个是车子在行止中的时候 车门临时故障 那我们司机低下的反映就是说 把乘客疏散完之后 立即入场维修 并停止载客 经过那个我们本处的那个通版检讨之后 我们就这一款的车子 因为这是今年交的新中古巴士 所以我们对这辆车子 大蓝交的车再重新做检查 从之前到现在前几年 一直J2.3有发生这样的事故 那是不是说呢 我们公车的话就做通盘的检讨 跟做一个改善 还有呢就是我们人员的教育训练上面 也要做一个加强 而且呢 市役的话在议会呢 已经有提过非常多次了 那希望说呢 我们的施工车呢 能够得到全面的态换 我也希望呢 我们的市府呢 能够加紧脚步 金融市公车 上周台发生车门故障 导致富人跌倒受伤 这一回市议员韩世玉 又接获民众陈勤 车门关不上 市议员会议市府要全面检修 加速贷款老旧公车 记者 黄少民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提防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食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绝不可装在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2.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1.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2.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 酒驾在犯 拒检及据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5.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6.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院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